吟邪发梦第43 本篇主要阐述了邪气,成人体脏腑的虚弱,而侵入脏腑,是魂魄不安而成梦的机制。列举了12种时症和15种虚症。本篇提出的吟邪发梦的观点,对后时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皇帝说,我想听听关于邪气,在体内弥散,而引起的病变,是怎样的? 习伯说,凡有害身心的邪气,从体外侵害到体内,其没有固定的部位,却流窜于内脏,也没有固定的处所,而与淫卫之气一起流行。 随魂魄一起飞扬,使人睡卧不安而多梦。若邪既侵扰于腑,则在外的阳气有余,在内的阴气则不足。 若邪既侵扰于脏,则在内的阴气就有余,在外的阳气就不足。 皇帝说,藏府阴阳的有余与不足,有什么表现呢? 习伯说,阴气胜的,就会梦到烫度大水而感到恐惧。阳气胜的,就会梦到大火燃烧而感到灼热。阴阳都胜的,就会梦见互相残杀。 上胜就会梦到向上飞腾,下胜就会梦到向下落坠。 过度饥饿时,就会梦到向人索取东西。 过报时,则会梦到给别人东西。 甘气胜的,就会梦到发怒。 废气胜的,就会梦到恐惧、哭泣、声疼飞扬。 先气胜的,就会梦到喜笑、恐惧和畏怯。 脾气胜的,就会梦到歌唱、娱乐或身体沉重难举。 肾气胜的,就会梦到腰脊分离而不相连接。 这十二种气胜所致的梦境,可辨别邪气所在病危。 针刺时在相应部位应用歇法治疗,就能使疾病很快痊愈。 邪气侵犯道心,就会梦见山丘烟火弥乱。 侵犯道肺,就会梦到飞扬起来,或看到金属铸造的奇怪的东西。 侵犯道肝,就会梦见山林树木。 侵犯道皮,就会梦见丘连和大的胡泽,以及风雨中的破漏房屋。 侵犯道肾,就会梦见面临深渊或投入水中。 侵犯道膀,就会梦见到处游荡。 侵犯道胃,就会梦见饮食。 侵犯道大肠,就会梦见田野。 侵犯道小肠,就会梦见众人聚集的交通药道。 侵犯道胆,就会梦见与人争斗,打官司或剖腹自杀。 侵犯道生殖器,就会梦见性交。 侵犯道颈部,就会梦见斩首。 侵犯道足径,就会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以及居住在地角,怨幼之中。 侵犯大腿和上臂,就会梦见在行跪拜的礼节。 侵犯道膀胱和直肠,就会梦见小便和大便。 以上这事物中因正气虚而邪气侵入的疾病,可从梦境了解病邪的部位,真刺实在相应部位用部法治疗。 就可使梦立刻停止,疾病很快痊愈。 原文 皇帝曰 愿文银邪叛也奈何? 西伯曰 正邪从外席内,而未有定舍,反银于脏,不得定处,与银未去行,而与魂魄飞扬,使人卧不得安而喜梦。 弃银于府,则有鱼于外,不足于内。 弃银于脏,则有鱼于内,不足于外。 皇帝曰 有鱼不足,有行乎。 西伯曰 因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 阳气盛,则梦大火而凡若。 阴阳俱盛,则梦相杀。 上盛则梦飞。 下盛则梦躲。 肾即则梦去。 肾宝则梦雨。 肝气盛,则梦怒。 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飞扬。 心气盛,则梦善笑,恐慰。 脾气盛,则梦隔月,身体重不举。 肾气盛 则梦妖极两解不属。 凡此时而盛者,至而谢之,利矣。 崛气客于心,则梦见秋山烟火。 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奇物。 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 客于皮,则梦见秋林大则,坏无风雨。 客于肾,则梦临渊,梅居水中。 客于膀胱,则梦游行。 客于胃,则梦饮食。 客于大肠,则梦田野。 客于小肠,则梦聚与充渠。 客于胆,则梦斗宋子枯。 客于阴气,则梦接内。 客于向,则梦斩首。 客于静,则梦行走而不能前,集居深地教院中。 客于骨弓,则梦礼节拜起。 客于包,则梦搜辩。 凡此失误不足者,至而补之,利矣。 客 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